神话故事 妈祖 赤脚大仙认为女娃在成为海神之前 才进行改造,成功的希望就会大很多 但事情的发展 并没有赤脚大仙想象得那么顺利 刚刚开始的计划是十分周密 由王母娘娘与女娃进行试探线的交谈 看他愿不愿意下凡充当海神 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另外挑选 也不免为其难 如果愿意的话 就由太白金星负责开道 劝他消除复仇的欲望 改掉那些 待人冷卧 说话尖黑的怪脾气 当以上两点问题都不存在之后 再由斜脚大仙 负责为女娃挑选出生地点 由王母娘娘负责为他选择父母家庭 投胎地点和父母的选择之所以要分别由两个人去负责 是经过反复挫伤心思熟虑的 因为斜脚大仙 对繁奸沿海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 知道海神的大本营 设在哪个位置最有利 又因为王母娘娘懂得阴阳八卦 能够知道过去未来 所以 叫他为女娃挑选家庭 父母就最合适了 应该说 准备当中的这三部棋 落得都挺顺利的 前两部 由于女娃不但愿意下凡 而且对于出任海神这个角色非常高兴 所以 他对于太白金星提出的 必须消除报仇的欲望 改掉古怪脾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也深信不疑 最令斜脚大仙高兴的 这是女娃对于必须消除 复仇心理时所说的那段话 女娃说 其实 仇恨 亦都是有时间性的 或者说 时间是消除仇恨的 灵丹妙药 想当年 我对东海龙王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 那么多年之后 特别是当自己 亦位列先班 并且知道 东海龙王的职责 就是保护东海的 一草一木 一蝦一蟹之后 我对他的仇恨 至少就消除了一半 或者说 我已经能够站在 东海龙王的立场上 去理解 他当年的 所作所为了 斜脚大仙 觉得女娃 既然能够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东海龙王 就算是 彻底想通了 雷说只要不记恨于东海龙王 对于四海龙王当中的其他三位 就更无仇恨而言 应该走第三步棋了 第三步棋 必须分两步走 首先 由斜脚大仙 选定投胎地点 斜脚大仙就说 投胎地点 应该定在泉州 泉州 就位于福建省东南部 是晋江一带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泉州府 就坐落在 浸江下游北岸 隔海和台湾 遥遥相望 是敏南桥乡的中心 和台湾同胞的 组家之一 泉州 泉州枕山面海风景秀丽 城北的清凉山、双左山 城西的子母山 和城南的 罗常山 号称四大名山 晋江发源于 大云山 东南轮 穿过泉州城南 移驻入东海 泉州东南的泉州湾 和台湾海峡相连 泉州湾周围一带 是福建沿海著名的 四大平原之一 那里不单 土地肥沃 密产丰富 而且 由福州至厦门 由厦门到福州的 必有之老 跌北去福州四百华里 南去厦门 二百华里 地理优势 是得天独口的 赉旧大仙说 用凡夫族子的话来说 泉州 可以算是历史悠久的 文化名城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 辛石器时代 就有人在那里 奴作生息 是古粤族人的主要罪居地 泉州 泉州当初并不叫泉州 现在的泉州府 是从唐开元六年开始建置的 到五代十国 不过二百多年 西州时泉州属于七吻之地 春州时泉州属于晋安郡 南北朝时 梁武帝当政期间 称南安郡 徐开元九年 又改南安郡为南安苑 属泉州管核 不过那时的泉州 是大泉州 他的州府在现在的福州 因为他核地 包括现在的小泉州 而得名 可见那时候的泉州 名气比泉州更大 若不然 转武 自在泉州 名为泉州之理 徐朝末年 又改泉州 为敏州 唐武登年间 又将敏州 一分为二 先后有 丰州 和武荣州之称 唐景雲二年 再次改称泉州 这就是现在的小泉州了 不过当时的 邹智仍然在南安苑 丰州镇 改称泉州七年后 亦即是 唐开元六年 邹智才从南安苑 迁到现在的泉州 至今两百多年未变 赤脚大仙继续介绍说 周治迁入现在的泉州十二年后 亦即是唐开元十八年 泉州就救出了成国 没多久前 又由五代之道士 留重后 重新抗建 并且还成终植痴统 于是泉州 又有了痴统成的别称 黄武娘娘听完赤脚大仙的介绍之后 吐出了两个字 不行 赤脚大仙一听就急 为什么不行 你凭什么说不行 先几日 不是商量好的 海神的出生之地 由我说了算 赤脚大仙 大喊大叫了一会儿 泰白金星 和黄武娘娘 仍然是 不动声息地 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 就觉得 光是大喊大叫 不是办法 这个时候 才冷静地摆出了两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赤脚大仙说 由于不存在海战 所以泉州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泉州城国之所以一次又一次扩大 就是因为自秦汉之后 已经有不少为了逃避战断的汉人 南迁 至泉州 东进末年 唐末 五代期间 因为中原一带 战乱不息 北民南迁者就更多了 当地老百姓 不但毫无排外的情绪 而且 彬彬有礼的 好像对待客人 对待外来人 称他们为客家人 现在客家人的数量 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土住居民 安不安全 就可想而知了 赤脚大仙的第二条理由就是 泉州的地理位置 和自然条件得天独口 既有高山又有幽灵平原 既有江河又有大海 那里土地肥沃 气候温暖 四季如春 长年 无伤无迹雪 用当地人的话说 今年插上一条单挑 明年就有可能 变成一片竹林 今年失落一条木棍 明年再路过这里 已经是六树成阴了 更重要的就是 是泉州贫浩汗之东海 海岸线曲子 所以就造就了很多水渡和梁港 其中的后渡港和安海港 早已在境外持名 从南北朝时代的南朝起 就和海外有了水上往来 如果让未来的海神 在泉州投胎转世 恐怕将来有赖他保护的 还不单是出海捕鱼的渔民呢 王母娘娘就说 关于这一点 我给你赖脚大仙更清楚 你仅仅知道泉州的过去和现在 就因此而激动 如果像我那样 能够遇见泉州更可喜的未来 只怕会高兴得 几天都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王母娘娘的这番话 真是将赖脚大仙 搞到狐狸糊涂了 既然王母娘娘不单相信我 选择泉州作为海神出生地所提出的种种依据 而且对泉州的未来 那么乐观 就不应该提出反对意见了 难道其中另有隐情? 王母娘娘 其实早已猜透了 斜脚大仙的心思 却无急于解释 她了解斜脚大仙 只要让她自己 将心里的说话说出来 只要让她经历一个 从心急火燎 到冷静沉述的充分表演 并且在表演完之后 不单止对她所善述的理由 予以充分肯定 而且提出一两个 给她的理由 更加充分的理由 令她心慈神往 给她先吃粒定心丸 然后她才有足够的耐心 听下去的 果然不出王母娘娘所料 斜脚大仙 在吃了这粒定心丸之后 还未等王母娘娘开口 就急着要听下去了 王母娘娘见事机已经成熟 就对斜脚大仙说 你是专门负责 体调繁奸文情的 我虽然 不像你那样了解夏晴 但是 都听说 繁奸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 一好要两好 船好要掌好 这句话听起来 并没有心意 但是想起来 是深藏着一个 既简单又深刻的道理的 亦即是说 想要插和一件事 无论这件事 由几个方面组成 只有一个方面出了差错 就能够插和了 而想要将一件事情做好 就必须是方方面面也好 只要有一个方面不好 就好不起来的了 斜脚大仙 见皇母娘娘解释完那句俗语之后 就没有下文 就试探着文 听皇母娘娘这句话的意思 问题就不是出在泉州了 等皇母娘娘 摆了摆头 斜脚大仙 才接着说 如果真是好像小仙所说 想必是在泉州 难以为未来的海神 找到合适的家庭 理想的父母 如果是一般神仙下凡投胎 在泉州 可以为他找到很多合适的家庭 理想的父母 只因海神 责任非常之大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所肩负的责任 就会越来越重 皇母娘娘又一次点到即止 斜脚大仙 本来已经心急如焚 却仍然下定决心要内住圣子 刺探夏文 他已经了解皇母娘娘 也是一片真心想将这件事办好 斜脚大仙觉得 皇母娘娘之所以 一次又一次地点到即止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就是有很重要的消息要拿出来 所以 事先要来一番必要的铺电 等铺平 电稳之后再出台 第二种可能就是 皇母娘娘的决定 和她的选择差距太大 担心一说出来的话 斜脚大仙 接受不了 所以在宣布这个决定之前 就想方设法 自针俱着地 用最有说服力的话 来开导她 尽可能 让她真正理解 这决定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万一达不到这种最佳效果 也能让 赤脚大仙 在接受这 无法理解的决定之前 心理上 有个准备 有个缓冲过程 正是基于这种分析 赤脚大仙就决定 开门见山地 请皇母娘娘 有话直说 她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 但是这次 未等她开口 好 皇母娘娘就直接说 她决定选择燃梁港 作为女娃的投胎转世地点 选择林园和王氏作为未来海神的父母 随即又主动介绍了 林园和王氏的有关情况 说完之后 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等待赤脚大仙的反应 赤脚大仙十分平静地说 我亦都听过一句民间俗语 造官莫造本院令 三岁孩儿 喊语名 这句话 听起来好像很难懂 但是想一下 不但什么都明白了 而且 还欧妙无穷 你这个赤脚仔 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玩心寻的 或者 这个就叫做 同好人 学好人 同燕子 学飞行 不要说得那么好听 讲白了 你这个叫做 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这样说来 皇母娘娘已经理解 小仙的意思了 雕虫小忌 哪里能能能能能能得到 我这个老太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下一集再讲 我看一下 带我 destro 真的是 什么厚 优费 无敌 这